我是林语 也是何家荣 1570集 唉,是啊,你会长 问题是现在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灵丹妙药啊 赵忠吉也不由,摇头长长叹口气 虽然现在医学界一直有专家和科研人员 在致力于研究脑部神经修复再生技术 但是一直收效甚微 始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这种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再生理论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谁说没有啊,有啊 安妮冲赵忠吉笑了笑 十分笃定地说道 有 赵忠吉听到安妮这话神色已动 颇有一些激动地询问 安妮小姐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米国医疗协会已经研制出了神经细胞再生方面的药物 不是我们米国医疗协会研制出来的 安妮笑着摇摇头 接着将目光投向林宇说道 是何先生研制出来的 他话音已落 众人的目光起起望向林宇 眼中带着惊疑和差异 不明白林宇既然已经制造出来了这种药 为何却不早说 不只是他们差异 林宇自己同样也十分差异 指了指自己不敢置信地冲安妮问道 你说 我 我研制出来的这方面的药物 他一时间障耳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他的印象当中自己从来没有研制过什么关于神经细胞的药物啊 你自己研制的药物 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安妮冲他展颜一笑 接着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长生口服液 长生口服液 林宇微微一睁 接着瞬间正大了眼睛 神情又惊又喜 拍了下自己的脑袋激动地说 哎呀对呀 我怎么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呢 长生口服液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细胞和代谢的再生啊 神经细胞当然是适用的呀 安妮笑着点点头说道 我刚才仔细考虑过了 虽然神经元也就是神经细胞 相比其他细胞具有一定特殊性 但是它们主要构成成分并不复杂 80%是脂肪 而脂肪里面的DHA 是大脑和视神经最需要的营养成分 所以我们只需要根据玫瑰的具体病情 对长生口服液的剂量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可以精准有效地促进大脑神经元的自我修复 到时候搭配合适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那玫瑰是完全有希望醒过来的 长生口服液 哪里有卖的 我这就去买 这就去买 一旁百里听到安妮这话顿时振奋万分 她猛地窜了起来 无比激动地冲安妮问 她死灰般的眼中再次迸发出了一种 无尽的希望和期待 不用买 我们医院就有 我们医院就有 赵中吉急忙说道 接着叫过一旁的医生 吩咐她赶紧到药房去取两瓶长生口服液 对啊 安妮 你说得对 可以给她先喝长生口服液 反正这口服液 对身体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我们对她的身体多做一些观察 根据她的脑部神经中枢修复的情况 在科学的河里改一些剂量 或者增减口服液里面的成分 以起到更好的疗效 不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安妮笑着点点头说道 虽然这样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但是有希望 总比没有要好 林语用力地点点头 内心也是头一次 涌现出了希望 只要玫瑰的神经中枢系统修复好了 她就有信心把玫瑰救回来 栗震生听到玫瑰有苏醒的希望 也是振奋不宜喜上眉梢 谢谢你 安妮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根本想不到这一点 她之前之所以没想到这一点 是因为急糊涂了 二还因为中医 思维方式和西医是有差别的 此时她无比庆幸 庆幸能把安妮给挖了过来 如今中西结合 他们中医医疗机构就彻底没有了任何短板 谢什么 你现在可是我的老板 我为你尽心尽力的话 我可能就要露宿街头了 安妮则是打趣地笑着说道 林雨也咧嘴笑了笑 接着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冲安妮说 对了 你还记得来华夏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惊喜吗 安妮微微一愣接着点点头说道 当然记得 对神母组织的人把你计划打乱了是吧 林雨点了点头略有深意地眨眨眼睛说道 现在袭击女王的真凶已经揪出来了 也是时候兑现我跟你说的惊喜了 到底是什么惊喜啊 安妮睁大了眼睛 十分好奇地问 说出来就不叫惊喜了 林雨笑了笑悠悠说道 不过很快你就会知道 这周末我打算重新 为中医医疗机构举办开业仪式 到时候开业仪式会办得简单一些 但是我所说出的这个惊喜可不简单 届时一定会赚足全世界的眼球的 听到林雨这话 安妮更加地兴奋和好奇心中暗想 什么惊喜能赚足全世界的眼球啊 她一把抓住林雨的胳膊迫不及待地追问 到底是什么惊喜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林雨若有深意地冲她一笑 接着转头望向百里 收起了笑声 沉声说道 百里夜长梦多 我们这两天晚上对这三个人下手吧 你是留在这陪玫瑰 还是跟我们一起行动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三人的下落 林雨自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动手 因为拖得越久 不确定性就越多 听到林雨这话 白里顿时迟疑了一下 她转头朝病房方向望了一眼 接着 沉声冲她说道 哎 我跟你一起去 虽然 她确实想留在医院里陪玫瑰 但是她更想亲眼去看看林雨所谓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她竟敢打宝票 能够当着另外两个同伴的面 把其中一人抓回来 而且现在玫瑰在军区总院 她也放心 她也知道林雨和栗震生等人是真的关心玫瑰 也一定会有人守护玫瑰的 所以玫瑰所处的环境还是安全的 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全 好 不过你去可以 但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且不可打草惊蛇 放心 我没你想得那么没用 白里的神情颇有一些不爽 那你把他们三个人藏匿的地址告诉我吧 我让布大哥和牛大哥提前去探探 看看今天晚上动手 还是明天晚上动手 林雨说着眯着眼睛 她心里开始谋划她的计划了 白里翻了下手机 接着将地址告诉了林雨 以及布城白人图等人 他们三个人就住在这一片的小区里面 但是具体是住在哪个单元哪一户 这个还不能确认 行 有这就够了 范围已经足够小了 他们这种级别的高手 无论再怎么伪装 言行举止和常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应该很容易认出来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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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